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真是坏了 坏了 机械式的锁住了 看看 机械式的锁住了 26 耶 这家手机坏了 机械式的给锁住了 你看 线圈都是好的 线圈都好的 我刚测了一下 然后呢 但是呢 那个验射机 给机械式的给锁住了 OK 所以呢 这个要换个验射机了 要换验射机了 今天过来换一个 那个裤子 Turbo Air Turbo Air的一个裤子 它那个验射机烧了 不是验射机烧了 验射机内部锁住了 内部锁住了 线圈都是好的 我两个线圈都是好的 然后呢 才被锁住了 他刚开始找了个 那个越南人 越南人给他看了一下 那个人等不了半天 他说是 验射机 然后有问题 他不能完全判断 那个判断 我过来之后呢 我用那个 Macometer测了一下 线圈是好的 然后呢 然后我就转了一下 转了一下之后呢 然后你测那个电流 电流是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 所以呢 这个 锁住了 然后就锁住了 我这个新的拿出来 这个是三分之一马力以上 这个是 这个cooler的时候 大约是4800个BTU OK 这个的话 要比这个 要比这个老的 要那个 要稍微 大一点点 大一点 但马力是一样的 那个是 这个也是三分之一的 那个是三分之一plus 然后呢 但是呢 不到二分之一 OK 然后呢 你现在的话 你把这个 processing 这个 这个就是 要把这个先取下来 先取下来之后呢 还是把它 原来的这个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焊到这个上面 先把这个取下来 先把这个取下来 你这个的时候呢 好多新手 不知道怎么取 你看 他这个专门 专门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伸出来的 然后呢 你把这个起子 平口起子 然后倒进去之后 然后一撬 然后就起来了 因为他这个 看到没有 是夹在上面之后呢 这一个卡的 卡到这儿了 所以呢 你这样一般的话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卡的 这个就跳起来了 从这儿跳起来 跳起来 然后他就掉下来 OK 然后呢 把这个给他取下来 就可以了 有两个手 好了 我把这边焊上 这边焊上 然后呢 你看这边 然后这边的话 他和这个是一样粗 对 然后和这个是一样粗 这个也是一样粗 你这样的话 你这样的话 要不你就把这个 给它冲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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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拿个套管 OK 然后你看 我在取这个的时候 因为它放的 它当时长间 放的那个 那个汉银特别多 所以呢 我放个套管的话 那个套管 你看 那套管放进去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一几个给它去掉 这几个给它去掉 这几个给它去掉 这个的话 是八分之三的 就是 嗯 外面正好套八分之三的 OK 这个的话 应该是 应该是十六分之五的 十六分之五 好了 这个焊上了 看 然后呢 你要用镜子要看一下 看一下下面 有没有那个 没有焊上的 OK 焊的时候 那个下面 还有这旁边的线 都要包着 OK 就要挡着 至少要挡着那个线 OK 然后呢 因为它这个没有漏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抽针空了 我就直接抽针空 OK 从高压这边 然后往里冲 冲那个 十二缸 十 冲十缸 就行了 因为等于这个管子里面还有一些 然后呢 我从地压那边冲过去 OK 然后让它运软的时候 OK 因为它里面是真空 所以讲 啥 冲得特别快 OK 一定要盯着它 一定盯着它 OK 冲了四个红色就行了 十个红色 OK 哇 你看 稍微一慢 稍微一慢 它就能充 OK 然后呢 你现在 现在的话 我把这边先去掉 先把它推回去 先推进去 把我这个把我这个也取下来 然后给它放回去了 放回去之后我们看一下 一三四个附列 让我插上 什么样 什么样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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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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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s 走 走 走 它堵了 是 哇 你系统堵 你看到没有 其实我都用着那个什么东西 你看你看 哇 我都用着这个氮气弄着 看 还是出现堵 堵掉了 系统堵掉了 哇 那个 雷克兰飞游车那 他这个可能换过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那边你看 那个雷克兰飞游车这 哇 堵掉了 不行 哇 就明天再来给他弄 7点了 马上就7点了 哇 堵掉了 堵掉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这个系统原来就堵 原来就堵 这就是为啥那个那个那个压缩机 骨机为啥烧掉 也不行 不行不行 哇 你看到没有 有时候忙活半天 你得把浮量再抽出来 就再重新给他弄 哇 哇 我给他 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呢 还不是这个的 不是这个的问题 因为我刚才吹了一下 这个这个没任何问题 这个没任何问题 这个没任何问题 哇 那就说明这个 capillary tube堵了 capillary tube堵了 capillary tube堵了 这就炒蛋了 这capillary tube堵了 我现在问一下 问一下 有没有其他人给他换过 因为因为这边的话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 这个 他给他焊的 特别那个恶心八肌的 然后就是说 有可能是 不是厂家的 有可能不是厂家的 我现在问一下 我现在问一下 我问了一下 我问了一下这个主人 主人也不知道 他说 他说 他说以前 以前的这个 情况 他也不知道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 一直在那 看 那就开始变粗了 我可以把这一几个 给他换掉 应该是这几个足了 但是呢 现在的话 我用氮气 然后从这边吹过去 从这个低压这边吹过去 然后吹过去之后 然后从里面 然后让他看 看能不能让他回来一点 我 我刚听了一下 很弱很弱 然后我用手这样 阻住这边 然后 听这边 我听着有点声音 很弱很弱很弱 然后你看 我到后面来了 你看到没有 有人给他修过 有人给他修过 你看 你看 他这个是他原来的 这个是他原来的 OK 然后呢 然后呢 随便他放了一个这个 你看 看到没有 然后呢 你看 从外面走的 看到没有 这随便他修过 随便他修过 你看 他从这儿打了一个洞 厂间 不可能弄这样的 这个是厂间的 看 这是厂间的 哇 这修过 修过 修过 这又堵了 又堵了 哇 早知道不接受这个了 这是别人给他弄过 别人给他弄过 两个呢 我当时一看 汉阶在这儿 汉阶和星巴基的 我就知道 知道有可能换过 你看 这个是厂间的 他给他另外打了一个洞 另外打了一个洞 哇 现在不知道 因为 因为 因为我刚才切掉之后 你看我给他切掉了 切掉之后 我又睡了一下 然后还是那个很弱 还是很弱 所以呢 那这我 我现在再看一下 是不是从这儿 是不是这儿他给他焊接的时候 你看这儿 是不是焊接的时候 他没给他弄好 哇 简直是 哇 你这种别人弄过的 最好不要不要接受 而且 他们弄过的 他们有好多人 他们都不冲着氮气汗 所以呢 导致这个出了问题 然后你都不知道是哪儿煮了 你现在从这儿给他取掉 取掉之后 然后 我再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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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了没有 哇 早知道我不接受这个了 因为 你那个压收机 烧掉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他他老是在那个 针锋状态下 哇 看 这实在打了个洞 Shit 你看 这没问题 这没问题 我给他取掉了 然后这没问题 这呢 这几个堵了 这几个堵了 OK 这几个没问题 应该是这几个堵了 这几个 OK 我就给他 我就给他买一点 买上一件 这个 这种Cupillary Tube呢 你必须用 然后用这种来 来把它剪掉 你要是用那个 Tube Cutter呢 它最小就是只能Cut 1%的 然后呢 这种小的Cupillary Tube 只有用这种专门的工具 然后呢 在这 因为你看到了之后呢 它也不会把里面 因为它特别快 它把里面 就是它不会给你把那口给你封上 OK 你看 然后大概在这个位置 OK 然后剪掉 OK 你看 你看 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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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你必须 必须用这种Cut 2% OK 给它焊了一个新的进去 焊了一个新的进去 然后这边 这边 你放的时候呢 就 Cupillary Tube 尽量的往里放 尽量的往里放 这边也是尽量的往里放 两个呢 现在冲上这次应该好了 这次应该好了 我不知道它这个零刻让飞的抓 为什么伤东西会进到这边来 为什么会进到这边来 它估计是焊接的时候 你看烧的 烧的比较厉害 可能没有保护 但是呢不应该有脏东西 有可能是 它就是温度太高了 里面的那个 什么东西化掉了 然后过来的 这是这边脏东西 黑黑的我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反正也就是说呢 以后给别人换压烧机的时候 尤其是grande的这种 然后呢它有可能在里面传生火花 烧掉这些黑东西 有可能会过来 所以呢 你给别人换压烧机的时候 这种小型的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开不了救助一定要小心 然后呢 现在出证控 我也不用测漏了 不用氮气测压 高压测漏了 OK 我就给它测一下 我就直接给它那个 直接抽证控 抽完证控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放 两个呢 放上 放上 4个氧 我这次从这边 又从这边充了 然后呢 现在慢慢的放 慢慢的放 OK 你看 现在慢慢的放 你看看 出了10个氧尺 我们就插上电 转一下 哇 整了 昨天 昨天小龙本来 两三个小时的火 结果 今天下午又过来弄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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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啊 是不是行 这一次希望 OK 行 这一次没问题 我先走 希望走到10左右就停下 哈哈 嗯 嗯 那边现在好 OK 好 第一 oh shoot shoot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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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往下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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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会吧 啊 哎呦 地方走吗 哇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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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不见 就是 不是 整死了是 能不能回来一点 哇 快是堵了 哪儿还是堵 哇 你都用氮气都吹了 都吹了的 哇 现在抽到零了 不过他没有负的 没有负的 没有负的 哎 他又回来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了 因为 呃 首先我放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那个人压缩机 然后比原来大 比原来稍微大一点 啊 应该是一应该是一OK 那现在我我给他 我给他 昨天看的是多少 来超忘了 好像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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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呢 12.7 我再 稍微充电 稍微充电 哎 现在又回来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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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就把我 心头 猛的一转 我 也应该没事应该没事 我再加一点 OK 再加一点 因为还有一个多 什么 1.5 加上1.5 公司也差不多看 也可以 可以 也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 有 我再说一遍 我放的这个 这个压缩机比较大 压缩机比较大 要比这个 要稍微大一点 OK 这是三分之一的 这个是三分之一 plus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 哎 谁呢 哎 看到没有 回来了 回来了 你看 应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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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加上个 嗯 1.7 再加上个1.7 基本上你可以了 哎 现在正常了正常了 OK 哇 我下了一斤 然后呢 我这个管子里面 这个里面应该有1.7 所以呢 我现在我就把它倒过来 因为这个管子里面 现在都是液体 然后我现在把它倒过来 看 给 我现在把它倒过来 我 我记得不再往里放了 不再往里放了 然后那倒过来之后 然后再稍微放 把这管子这个放进去就可以了 对 可以可以可以 好 你快完的时候 你就是再加上这个 你把它倒过来 把它倒过来 拧上 拧上之后 把管子里面充进去 应该就可以了 充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看 12点12点2 哎 这差不多差不多 现在没有堵 看来就是那个地方 堵掉 然后现在给它 给它清掉了 哇 刚才把我又下了已经 哈哈 我这不要再给它重新打开 再重新弄 因为知道那个就是那个地方堵了 就是知道那个地方堵了 OK OK 52了 我准备压力 16点半 看来 这两个都给它封过去了 封过去之后 这 马上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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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37 一般的话就37 I have to change the water off here Oh normally no It will be evaporated by itself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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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看 你看 刚才是5 5的话它都降到33了 然后呢 现在调到3 然后看它 看它等会停下来 它 这个温供器应该没问题 如果是温供器有问题的话 那就那就不对了 它 等会 现在还在转 现在压缩机还在转 Compressor is still running yeah 4到2 哇 你看 它再往下走 看到没有 然后我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也坏掉了 哇 到了31才停下来的 31 31才停下来的 看 你没声音了 31停下来的 那这个看来 只能射到 射到1就行了 射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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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到1就可以了 哇 31停下来的 31的话 它里面有蔬菜的话 它没有蔬菜 它是饮料 全是饮料 但是应该不会结冰 饮料的话 应该31的话 不应该结冰 OK 哇